3月21日晚,香港各界称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选举制度连线举行记者会,宣布其线上和线下签名行动分别获得117万余个和121万余个有效香港市民签名支持,最终线上线下合计签名238万余个。 该组织表示,这反映香港市民普遍支持全国人大决定,渴望香港选举制度得到完善,香港可以重回正轨,长期繁荣稳定,市民安居乐业。 最终线下签名121万1869个,线上签名117万3863个,合计238万5732个。 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政团社团主要的领袖,纷纷主动带头签名,呼吁市民支持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3月11日,全国人大会议高票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香港各界人士及团体随即当天宣布成立称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选举制度连线,发起一系列宣传解读和线上线下签名行动。 截至目前的11天时间里,连线发动1320个团体,5360名义工在全港设多个接站接受市民签名。 当天,连线召集人及不少相关团体代表出席发布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 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新冠疫情仍袭绕全球,要使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援,坚持爱国者治港是首要选择。 怎样可以令到一国两制这条船行稳致援, 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启船的人是要非常团结, 我们一条心地,令到我们这条船可以安全地使我们加上中国的大船队, 和一起航行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香港民届联主席李慧雄表示,看到香港过去一段时间不断内耗和停滞不前,感到相当痛心,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让香港重新出发回到正轨, 也是许多香港市民的心声。 很多市民是主动走离街站,停下和我说, 香港乱够了,所以我要过来签名,所以我要支持,我要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我相信这个都是大部分市民的心声, 确实香港需要撥乱反正, 我们不能够再磋妥岁月, 我们要谋划长远,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所以我们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 期待相关选举制度完善之后, 能选出真正有能力的爱国者,将香港的未来建设得更好。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被不爱国的人去管治呢? 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优化了制度之后, 不仅仅可以选到爱国者, 当然选到有能力的爱国者, 配合特区政府贯彻行政主动, 令到香港下一阶段是发展得更好, 市民有更好的生活。